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Busat Malaysia 所以当每次大市股市下跌的时候呢 尤其是今天跌超过跌破前五点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讲哎 可以不可以捞一些优质股就是好的股 因为大减价嘛 大减价的时候你干嘛还要去买那些烂股 你当然去买一些好股吧 其中一个呢就是Busat Busat就是算是一个优质股吧 Profit Margin又低 ROE又好 Cashboard又漂亮 呀是不是 这样重点是它现在也是一直跌 这样它为什么跌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印发税 2022年的印发税 呃 普遍上呢大家认为 政府开始抽这么高的印发税 0.15嘛 之前是200块吧 现在0.15% 这样会影响到 呃一些大的一些机构的一些买卖的交易 所以说它交易量呢 未来的交易量成交量呢 就可能会下跌 这样这个肯定会影响到Busat的这个 额 营业格 进一步呢会影响到它的这个 Profit OK 嗯 这样 这个是 我觉得 有这种判断是合理吧 呀 贵了 成本贵了 当然我的交易 当然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不要每次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吧 因为成本真的是很贵的 OK 尤其是对那些大机构来讲 基金来讲是很 是成本增加的很厉害 so 就有投行说 诶 它的盈利啊 可能会跌45% 大概是45% 这不是我讲的 是投行讲的 这样如果你用这个45% 这个盈利 呃 它的盈利少了45% 你再用下它的历史PE 再去估算一下 诶 你就知道大概它 如果它真的是 它的Profit 真的是跌45%的话 它应该是多少钱 那时候我算的 大概是 5块6左右吧 5块6左右 5块6 诶 就说 Fair Value大概是5块6左右 那时候大概是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算的 也是刚刚开始那个印发税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给我知道 我可以算给你们看 因为 基本面东西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多like 没有什么多 没有什么人看的 所以我也不想讲 OK 现在呢 就讲回这个 呃 技术分析 这个之前也是讲过了的 所以它这个是警线嘛 它那天 在12月 又说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 它就 你看啊 就是这个 很可怜的 又跌一轮了 而且今天呢 还是一次跌的 啊 现在价钱大概是6块4左右 6块4 4左右 所以如果你 刚才我讲了 OK 5块6吧 Fair Value 现在6块4还是比较高啊 OK 但是这个当然 这些估算东西是没人知道的 然后我算东西可能也不准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技术分析来 啊来普通一下 OK 这样我就特别挖了条线 这条线是多少钱 这是6块钱 为什么我挖这条线呢 其实这条线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 这条线是一样的 看到吗 这个线 跟这个线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就是分析里面讲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我跌破这个 呃 比如说这个啦 好像 看它像什么 一个M头嘛 就是 M头跌破之后 我们计算它的这个 跌幅呢 跟这个线是一样的 所以 算到来大概是6块钱 6块钱 所以这6块钱跟我讲 那个5块6 差不远嘛 你看它的这个 是少过10%的 这个线 所以 如果是依照 技术分析来讲呢 它可能会在6块钱左右的时候 又跌停了 跌停了啊 第一次跌停了 但是它会不会再跌 我不知道 因为 跌幅满足呢 可以跌两次的 第一次是跌这个 然后再跌多一端 也是有可能 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在Combine 这个 基本面分析呢 好像在5块多的钱 好像已经是很不错了 OK 呃 当然 这个要等 为什么等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大概多久 这边呢 有 差不多6个月 于是说 它跌到这边的时候 它也是要大概要 一半 大概最少要3个月啊 一半啊 这个一半 来给它盘整 还有机会往上去的 所以对我来讲 对我们来讲 不急啊 慢慢等啊 我就等到它看 我们就继续观察 它会不会跌破6块钱 会不会跌到我们的目标价 5块半 啊 我们继续观察 我们继续来 下个月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到一次 也不需要每天去跟踪 OK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菩萨的一些看法 还有加一些基本面的一些算法 啊 当然 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不代表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